好,我今天准备去映秀镇 去那个映秀地震遗址 看现在来了好多好多车 我的排量是最小的 这个是一个KTM的越野车 KTM 我是一个只会骑摩托,不会认摩托的人 不知道是什么车 1200,宝马1200 好,可以了可以了,谢谢 这到处就是 没冲击啊 没冲击啊 冲击啊 好嘞 猫爸我走了哟 拜拜 我出门的时候呢 忘记带洗面奶了 你就知道我每一次出门 我就会忘记带东西 然后我好几天都没有洗脸了 我在 我本来想在桌上 比如说遇到妹子了 借用一下别人的洗面奶 但是 摩托车俱乐部里 全部都是汉子 然后我就好几天没有洗脸了 因为我在路上 就很难买到这个洗面奶 就如果你不特意去找的话 有些在镇上嘛 就比较难买 我现在专门跑到这个市区里面 来买洗面奶 再不洗就不要脸了 在成都真的是悠闲 你看他们 而且这里面好多好多茶馆之类的 好了 准备出发 我后面呢 这里就是 紫瓶铺 紫瓶铺水库 我一直以为是个湖 原来它是个水库 然后还有水力发电站 它主要是防洪 然后供水灌溉之类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哦对 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大桥 妙子 叫什么 妙子坪大桥 以前 512地震的时候 这个桥有所快过 后来是重新又重收了一些 好久没有飞有了无人机了 来飞一个看一下 这个桥 这个桥有1400多米 这个水库还是很漂亮的 这个桥有1400多米 是 小桥有1400多米 很漂亮的 就是 它的水库是 在水库里面 后来 在水库里面 有 是 是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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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映秀的镇中移植 地震移植这里 就是2008年5月12号的时候 这里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这里还保留了很多之前坍塌的一些建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当时08年的时候我在上学 然后我还没有那个意思是地震 后来才就是通过那个新闻上面才看到 说这边就是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当时我还在那个体育馆 我体育场里面睡了一觉 跟同学们一起在体育场里面睡了一觉 我现在这里边就是那个地震移植 进去看一下 这个表的这个表盘是地震后一周年之后建起来的 然后它的时间刚好是下午2点28 然后下面这个是2008年5月12号表 后面的一个楼是学校的主教学楼 好 好 好 小学校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这个学校的高中的男女宿舍楼 现在就已经 当时正后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初中的男女生公寓楼 它是五层啊 但是你看 其实这样看它只有四层 因为有一层已经塌了 陷下去了 这一层就像是一层 一层就像是一层 一层就像是一层的 这层就像是一层就像是一层就像是一层 啊还是挺沉重的 心情特别沉重 走近 不行 我要出去环境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